序言,经过了一段颠簸的飞行之后,15个人从蒙大拿州的上空一跃而下。 他们不是跳伞运动员,而是空降消防员,一群精锐的荒野灭火人员,跳伞降落去扑灭前一天由闪电引起的森林大火。 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们将会为了保命而拔腿狂奔。 1949年8月份的一个炙热午后,这群空降消防员在曼恩峡谷顶端的附近降落。 大火隔着峡谷清晰可见,他们沿着坡地而下,往密苏里河的方向前进。 他们的计划是在大火四周的地上挖出一道防火线,恶足火势蔓延,并且将其导向一个较为空旷的地区。 跋涉了四分之一里路之后,队长威纳道琪看到大火已经越过峡谷,正朝他们直扑而来,火焰窜升到空中三十七的高度。 不到一分钟之内,大火就会迅速延烧两个足球场的距离了。 到了傍晚五点四十五分,眼看要恶足火势是不可能的了。 道琪明白现在是该改元一辙,从灭火改为逃离的时候了。 他立刻要组员掉头,往回跑上山坡。 空降消防员必须在沿地上高度及稀的草丛中,急速攀爬一段极为陡峭的上升斜坡。 在接下来的八分钟,他们前进了将近五百码,距离坡顶只剩不到两百码了。 安全的目的地就在眼前,但是大火快速推进。 道琪做了一件令组员大惑不解的事。 他并未设法逃离大火,而是停下脚步,俯身弯腰。 他掏出了火柴盒,开始点燃火柴,然后扔进草丛里。 我们心想他肯定是疯了。 一名组员在日后回忆着说,大火几乎烧到我们的背后了, 队长怎么搞得又在我们的前方点燃另一把火呢? 他心想,那个可恶的道琪是想把我活活烧死呢。 当道琪朝他放的那把火挥舞双臂,大声喊着, 上来,往这边上来! 时,组员毫不令人意外地并未跟随他前去。 那些空降消防员不明白的是, 道琪设计出一个求生策略, 他打造了一场逃生火。 他把前面的草丛烧光, 清空了供给野火延烧材料的地区。 这时,他把水壶里的水倒在手帕上, 蒙住嘴巴, 然后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 面朝下趴在这块胶土上。 当野火在他的上方席卷而过, 他靠着接近地面的氧气逃过一劫。 不幸的是, 有12名空降消防员罹难了。 后来, 他们发现了其中一名遇难者的怀表, 上头熔毁的指针, 指着傍晚5点56分。 为什么只有3名空降消防员得以幸存呢? 体能是一个因素。 其他两名生还者设法跑赢了大火, 抵达山坡顶点, 但是道琪以他的智能战胜了这场野火。 当人们思考要如何锻炼智能时, 第一个想到的通常是智力。 越聪明的人就能解决越复杂的问题, 而且解决的速度也越快。 大家通常把智力视为思考及学习的能力。 然而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 更重要的或许是另一组认知技能, 再思考及反学习的能力。 想象一下, 你刚写完了复选试题, 然后你开始对其中一个答案心生疑虑, 你还有一些时间, 究竟是该坚守第一直觉或者是做出更动呢?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确信修改答案会导致扣分。 一家大规模的测试准备公司, 卡普兰曾提醒学生, 假如你决定变更答案, 千万要谨慎行事。 根据经验指出, 许多学生在更动答案时是改成了错误的解答。 我无意冒犯那些经验谈, 但是我偏好严谨的证据。 有三位心理学家针对33份研究进行一项全面审查, 发现在每一份研究中, 大部分的答案修订都是从错的改成对的。 这个现象就是众所周知的第一直觉谬误。 在一场演示中, 心理学家计算伊利诺州超过1500名学生 在试卷上的修改痕迹。 只有四分之一的改动是从对的改成错的答案, 有半数是从错的改成了对的答案。 年复一年, 我在我自己的班级看过这种情况。 我的学生期末考出乎意料的没有多少修改痕迹, 但是那些重新思考第一次的答案, 而不是保持原状的人最后拉高了成绩。 当然了, 有可能第二次的答案并非与生俱来就比较好。 它们会比较好, 是因为学生通常不愿意改答案, 只有在他们具有相当自信时才会去做更动。 但是最近的研究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 拉高成绩的原因不见得是去更改你的答案, 而是去考虑你是否应该更改。 我们不只对于重新思考答案新生犹豫, 我们也对重新思考的想法感到迟疑。 举一场实验为例, 有数百名大学生随机分配去学习第一直觉谬误。 主讲者教导他们改变想法的价值, 并且向他们提出何时该这么做的建议。 在他们接下来的两场考试中, 他们依然没有表现出更多修改答案的意愿, 部分的问题在于认知惰性。 有些心理学家指出, 我们是心理吝啬者, 我们经常偏好轻松维持旧观点, 而非辛苦掌握新观点。 然而, 在我们抗拒重新思考的背后, 还有更深层的力量。 质疑自己会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可预期。 这需要我们承认事实可能有了变化, 曾经是对的, 现在可能是错的。 重新考虑我们深信不疑的, 是会威胁我们的认同。 感觉有如我们失去了部分的自我, 重新思考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面向都不是件难事。 说到我们的所有物时, 我们会乐于更新。 当我们的衣物过时了, 我们会太旧换新。 当厨房赶不上流行, 我们会重新装潢。 然而, 如果说到我们的知识和看法, 我们倾向于坚持己见。 心理学家把它称为抓住及冻结。 我们喜欢确信的自在, 胜过怀疑的不自在。 而且, 我们会在坚定信念之后, 不再更动。 我们会嘲笑别人还在使用Windows995。 然而, 我们却对自己在1995年就形成的看法紧抓不放。 我们聆听那些使我们感觉良好的观点, 而不是让我们更努力思考的想法。 你或许在某个时候听说过, 假如你把一只青蛙丢进一锅滚烫的热水里, 它会立刻跳出来。 不过要是你把它扔进温水里, 逐渐提高水温, 青蛙会死掉。 它缺少能力去重新思考这个情况, 没有领悟到眼前的危险, 直到为时已晚。 我最近针对这个普遍流传的故事做了一些研究, 而且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不是真的, 把青蛙丢进滚烫的锅里, 它会严重烫伤, 不一定逃得掉。 青蛙在慢慢煮飞的锅里比较好。 当水温开始升到热的难受时, 它就会立刻跳出去。 重新评估失败的不是青蛙, 是我们。 我们听到这个故事, 认为这是真的之后就很少会费心去质疑它了。 当曼恩峡谷大火朝他们席卷而来, 消防员要做出一个决定, 在理想的世界里, 他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暂停下来, 分析情况并且评估他们的选项。 但是大火就在他们的后方不到一百码熊熊燃烧, 根本没机会停下来思考。 发生大火时, 队长和小组没有时间坐在树荫底下, 针对大爆炸进行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话。 学者及前消防员诺曼·麦克林 在他得奖的灾难纪时, 《年轻人与火》之中写道, 假如苏格拉底担任曼恩峡谷大火的队长, 当他和他的组员坐在那里思考时, 早就被烧成灰了。 道奇不是因为思考较慢而幸存, 他活着离开是多亏了他拥有更快重新思考情况的能力。 12名消防员送了命, 因为道奇的举动对他们来说不合理, 他们无法及时重新思考他们的意测。 在重大压力下, 人们通常会回到他们的自动且熟知的回应。 这是演化适应, 只要你发现自己处在必须有那些反应的相同情况之中。 假如你是消防员, 你的熟知回应是扑灭大火, 而不是引发另一场火。 假如你是在逃命, 你的熟知回应是逃离大火, 而不是朝他跑去。 在一般的情况下, 那些直觉可能会救你一命。 道奇在曼恩大火中幸存, 因为他快速推翻那两种回应。 没有人教过道奇打造一场逃生火, 他甚至没听过那个概念, 那完全是及时拼凑而成。 后来, 其他两名幸存者在法庭上作证, 表示他们的训练中 并未包含任何类似逃生火的内容。 许多专家花了一辈子研究野火, 却不曾领悟到 有可能借由在烈焰中 烧出一个洞来保命。 当我告诉大家 道奇的逃生故事, 他们通常会惊叹 他在压力下展现的机制。 那真是天才。 他们的惊叹很快就变成沮丧, 因为他们做出了结论, 这种恍然大悟的时刻 对平凡人来说, 根本做不到。 我四年级的数学功课 就把我难倒了。 然而大部分的重新思考行动 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或创造力。 稍早在曼恩峡谷时, 消防员错过另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就近在眼前。 在道奇开始把火柴扔进草丛中之前, 他命令他的组员 卸下身上的笨重装备。 他们在过去八分钟内 拼命跑上坡, 而身上仍旧背着斧头、 锯子、铲子 以及二十磅重的背包。 假如你在逃命, 或许你的第一步显然是把可能 拖慢速度的任何东西都丢掉。 然而对消防员来说, 工具是他们进行任务不可或缺的, 携带并照顾装备, 深植在他们的训练及经验中。 直到道奇下了命令, 大部分的消防员才卸下工具。 而且即便在那时候, 有一名消防员还是握紧铲子, 直到一名同僚把他从他的手中拿走。 假如小组成员更快扔掉他们的工具, 这样是否就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我们永远无法确知。 不过,曼安峡谷不是单一事件。 光是在1990到1995年之间, 一共有23名野火消防员 在试图上坡跑赢大火时丧命, 即便丢弃他们的重装备, 可能造成生存与死亡的差异。 1994年, 在科罗拉多州风暴之王山, 强风导致大火越过峡谷延烧。 有14位消防员及荒野灭火员, 包括4名女性, 10名男性在内, 全都沿着岩石地面往上跑, 眼看在200岁就能安全脱险, 他们却都送命了。 后来, 根据调查员的计算, 少了他们的工具及背包, 这群人大可加快15%到20%的移动速度。 要是他们能丢下身上的装备, 跑向安全处, 大部分的人应该可以活命, 一位专家写道。 要是他们丢掉他们的背包和工具, 美国国家森林局表示赞同, 消防员可以抢先大火跑到山顶上。 我们合理假设, 起先祖员可能不假思索地奔跑, 甚至没意识到他们还背着背包和工具。 大约上坡300里, 一名科罗拉多幸存者在证人席上说, 我那时才意识到, 我的锯子还扛在肩上。 即使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丢下25磅重的炼锯之后, 它还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我不理性地开始寻找一个地方, 可以把它放下来, 又不会烧坏。 我记得心想真不敢相信我要放下我的炼锯。 有一名遇难者被发现时, 身上还背着背包, 手中紧握着炼锯的把手。 为什么有那么多消防员抓着工具不放, 即便放开或许能救他们一命? 假如你是消防员, 抛下工具不只需要你忘掉习惯, 忽视直觉。 抛弃你的装备意味着承认失败, 并且去除了你的部分身份, 你必须重新思考你的工作目的, 以及你的人生假设。 你不能靠身体和双手去灭火, 你要拿经常代表消防员特色的工具去扑灭。 组织心理学家卡尔·威克说明, 那是消防员当初接受部署的原因, 丢掉工具产生与存在有关的危机, 少了我的工具, 那么我是谁? 荒野大火相对来说极为罕见。 我们大多数人的性命不会仰赖一瞬间的决定, 强迫我们重新想象我们的工具是危险的来源, 而大火是通往安全的路径。 然而重新思考假设的挑战出乎意料的普遍, 或许甚至对所有的人类来说都是。 我们都会犯下和消防员及荒野灭火员相同的那种错误, 但是后果却没那么可怕, 因此经常在无意间遭到忽视。 我们的思考方式变成可能会压垮我们的习惯, 而我们却不曾费心去质疑它们, 直到微时已晚。 期待你嘎吱作响的煞车可以继续运作, 直到它们终于在高速公路上故障。 在分析师警告即将发生房地产炮末之后, 还是相信股市会持续上扬。 假设你的婚姻没问题, 即便你的伴侣不断增加情绪距离, 对工作保有安全感, 就算你的部分同事已经遭到资浅。 本书是关于重新思考的价值, 它是关于采用旧了到齐一命的那种心智弹性, 它也是关于在它失败之处获得成功, 在别人身上激发出那种相同的机敏。 你或许没有携带斧头或铲子, 但是你有一些常用的认知工具, 它们可能是你知道的事, 你做的假设, 或是你持有的看法。 有些不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也是你自我感知的一部分。 想想看, 有一群学生打造出所谓的哈佛第一个线上社群网络, 在就读大学之前, 他们已经将八分之一以上的大一新鲜人 结合在一个线上团体里, 不过他们去了剑桥之后, 他们就放弃那个网络, 把它关闭了。 五年后, 马克·祖克伯在同一个校园开设了脸书, 打造原始线上团体的那些学生, 偶尔会感到后悔的痛楚。 我知道, 因为我就是那个团体的共同创办人之一, 我们先说清楚, 我压根没有过脸书所成就的那种愿景。 然而以后见之明看来, 我的朋友和我, 我显然错过了一连串的机会, 去重新思考我们平台的潜力。 我们的第一直觉是使用线上团体, 让自己结交新朋友。 我们没考虑到其他学校的学生或校外人士, 是否会对他有兴趣。 我们的熟知习惯是使用线上工具和远方的人联系。 我们一旦近距离地生活在同一座校园, 我们觉得应该用不着线上团体了。 虽然共同创办人之一在研究电脑科学, 另一位早期成员已经创立了一家成功的科技新创公司。 我们做出错误的假设, 认为线上社群网络是一种短暂的嗜好, 不是网络未来的一个庞大部分。 因为我不懂如何编码, 我便没有工具能够做出更复杂的东西。 反正成立公司不在我的自我认同之内, 我自认是大学新鲜人, 不是新进的企业家。 打从那时起, 重新思考对我的自我意识变得很重要。 我是心理学家, 但我不是弗洛伊德米。 我的办公室没有躺椅, 而且我不做心理治疗。 身为华顿的组织心理学家, 我过去15年来都在研究及教导、 寻证管理。 身为数据及想法的企业家, 像是谷歌、皮克斯、 美国直栏以及盖兹基金会等机构 都找过我,去协助他们重新, 检视他们如何设计有意义的工作, 打造有创意的团队, 以及塑造合作文化。 我的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工作, 领导及生活, 而且让他人也有能力这么做。 我想不到有比现在更应该进行重新思考的时机。 当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全世界的许多领导人却慢条思理地重新思考他们的假设。 首先是病毒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家, 接下来是它的致死率不比流感高, 然后是这可能只会透过有症状者传染。 它所夺走的人命依然在计算中。 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的心理韧性都受到了考验。 我们不得不质疑我们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 去医院, 在餐厅用餐, 以及拥抱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 这些都是安全的。 电视上总是能看到现场运动赛事, 而我们大多数人永远没必要远距工作, 或是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 只要我们需要卫生纸和节手业, 随时都能取得。 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 警方的多起残暴行动引发许多人重新思考 他们对种族不公的观点, 以及他们在打击这种行为之中所扮演的角色。 乔治·弗洛伊德, 布里安娜·泰勒提阿姆德·亚贝瑞, 阿贝瑞三名黑人公民毫无意义地死亡, 让数百万名白人领悟到, 就像性别歧视不只是女性的议题, 种族歧视也并非只是有色人种的议题。 当抗议潮横扫全国, 跨越政治派别, 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支持在短短两周内所攀升的程度, 和过去两年来差不多。 许多长期以来不愿或无法承认这种情况的人, 很快地开是面对在美国出处可见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残酷事实。 许多长期以来保持谦默的人, 开始负起他们的责任, 成为反种族歧视者并且反对偏见。 尽管拥有这些共同经历, 我们活在一个日益分裂的时代。 对某些人来说, 只要提及在国歌响起时跪下, 便足以结束一段友谊。 对其他人来说, 在投票所的一张选票, 便足以结束一段婚姻。 概化的意识形态, 正在撕裂美国的文化。 甚至我们伟大的执政文件, 美国宪法也容许修正, 要是我们能更快地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宪法做出修正呢?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探索重新思考如何发生。 我寻找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以及一些全世界最厉害的重新思考家。 第一部分聚焦在开启我们自己的思维。 你会知道一位具有前瞻系的企业家为何被困在过去, 一名机会渺茫的公职候选人 为何把冒牌或镇候群视为优势, 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为何拥抱想法、有误的喜悦, 世界顶尖的预测专家如何更新他们的观点, 以及荣获奥斯卡奖的制片 如何进行富有成效的争论。 第二部分, 解释我们如何能鼓励他人重新思考。 你会得知一位国际辩论冠军如何赢得争论, 以及一名黑人乐手如何说服白人至上主义者放弃仇恨, 你会发现某种特别的聆听 如何帮助医生开启家长对于疫苗的思维, 并且协助一名国会议员, 说服一名乌干达叛军领袖, 和他进行和平对谈。 假如你是洋鸡队球迷, 我又看我的标志法 第三部分是关于我们能如何打造终身学习者社群。 在社交生活中, 一个专精困难对话的实验室会说明我们如何能在两极化的议题, 例如堕胎及气候变迁, 做出更好的沟通。 在学校, 你会发现教育者如何藉由把教室当成博物馆, 向木匠班处理专题, 以及重写历史悠久的教科书, 教导学生重新思考。 在工作方面, 你会探索如何和太空中第一位西班牙裔女性建立学习文化。 在哥伦比亚号太空梭解体之后, 她在美国国家航空级太空总署负责接管, 防止意外发生。 我以深思重新考虑我们最佳计划的重要性来做结尾。 这是消防员历尽千辛万苦学会的一刻。 在当时的烈焰之下, 威纳到其冲动丢掉她笨重的工具, 并且躲在她自己放的一把火之中, 造成了生与死的差异。 要不是因为更深入, 更具系统性地重新思考士林, 她的创造力甚至不需要派上用场。 曼恩峡谷的最大悲剧, 是有12位消防员在一场从来就不需要搏斗的灭火, 行动中丧生。 早在1880年代, 科学家便开始强调野火在森林的生命周期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大火移除死去的物质, 把养分送到土壤里, 并且替阳光清出一条通道。 当大火受到抑制, 森林会过于茂密。 灌虫、枯叶及小树枝的堆积, 成了更多爆炸性野火的燃料。 然而直到1978年, 美国国家森林局才废止它的政策。 每场发现的大火应该在隔天上午10点钟之前扑灭。 曼恩峡谷野火在一个偏远地区发生, 人类的生命并未遭遇危险。 消防员还是被召集了, 因为他们的社群、组织或同业都不曾尽力质疑 不该放任野火烧到自然结束结束的假设。 本书想请各位抛开对你不再有用的知识和看法, 以弹性而非一贯性来维系你的自我意识。 假如你能掌握重新思考的技巧, 我相信你会更有机会在工作上获得成功, 生活过得幸福。 重新思考能帮助你对旧问题找出新的解决方法, 以及再度使用旧有的解决方法来应付新问题。 这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到更多, 以及带着更少遗憾生活的道路。 智慧的特征是知道何时要舍弃一些你最真爱的工具, 以及一些你的自我认同中最珍贵的部分。